每年苹果新款iPhone发布都将成为科技界最受关注事件,今年似乎也不例外,尤其是如今处在多世之秋的苹果,下一步棋,怎么走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? 国外的一些媒体在新年一世之际就纷纷爆料或预测2019年款iPhone将采用什么样的设计,看他们分析的有鼻子有眼,我姑且也就信了,不过根据这些爆料的信息来看,2019年版的iPhone可谓巨大升级,没错加引号的巨大首先据某位首席分析师撰写的福布斯专栏报道, 2019年苹果iPhone手机将配备一个USB-C端口,并且还配备屏幕内Touch It功能,及屏幕指纹识别这个屏下指纹安卓阵营早就完胜下了Touch It凭借屏下指纹技术回归,不过小编认为,关于USB-C端口的预测还是有几分道理的, 因为Lightning已经用了七八年了,也该换换了苹果去年在iPad Pro上放弃了专有的Lightning端口, 许多人希望新款的iPhone也能同样配备,但是苹果说,已经给你双卡双呆了,你还想要杀自行车放在以前傲慢的苹果肯定不会, 毕竟还有一大笔MFI授权费用,可以赚不过今时节日的苹果,似乎早已没有了当年的底气, 或许会放下深段银河用户的需求把刘海还在,只是变小了另外大家最关心的奇刘海的问题, 有爆料称,2019年款iPhone同样配备刘海平坦随着技术的更新该缺口的区域会越来越小, 这个先别灰心据称,苹果可能会在2019年的iPhone背面添加TrueDepth相机, 与前置板相机目前使用的结构光方法不同, 网传的Efinexi构想图具说,苹果正在考虑在2019款iPhone的背面使用TOF技术, 嗯,还会让你的手机拥有更多的AR功能,是不是很酷炫尴尬? 目前OPPO、Vivo均已经配备了该技术, 有消息称,华为P30 Pro同样将搭载TOF, 简直丑暴了的2019年款iPhone原型机的渲染图 Holix跟DigitIn网站合作,制作出, 疑似2019年款iPhone原型机的渲染图渲染图显示, 这款新机将有三颗后置摄像头跟闪光灯形成方形矩阵, 简直丑暴了,请原谅我欣赏不了这样的iPhone好了。